经过多年部署 2019年海南省政府 在靠近白沙縣城附近 建了一个安置区 安排热带雨林里面 泥俗高峰村 全村百多户人搬出来 安置区有百多间独立屋 建筑风格保留了泥俗的传统 半千村民终身免交租 户籍还可以细代继承 子女长大要结婚 可以申请分户多奖屋 入伙的时候 政府经意帮每户 安置了太阳能发电装置 除了够自家用 有剩下还可以卖给政府 每个月赚多一点点钱 喜欢住在这里吗 慢慢就习惯了 慢慢就习惯 来的时候还不大习惯 这是我家 在这里吗 很好 对 这个就是客厅 要自己付钱买家具吗 政府计划要给你一万块钱每户 每户一万块 就是买家具 这个沙发多少钱 六千五 六千五 那也不便宜 我清给他买的时候把你 二千五 然后还有呢 还有电视 电视三千 电视三千 这个电视好大 对啊, 五十八寸 五十八寸电视 下面是什么呢 睡房 对啊, 上去看看 三千睡房 这个房子很大 也很大 政府也有征地赔偿 桂海在山里的二十多亩地 政府就补偿了 小婷跟四十万给他 搬出来之后 桂海哥也终于脱单了 今天很热 这是我的老婆 你的老婆 叫什么名字 张小婷 小婷 你好 欢迎来 欢迎… 很热 很热 在这里 那我们先坐 拿水果仁 我吃 小婷 小婷就是桂海之前 朝思暮想又聚不到的姑娘 她也是泥族人 比桂海生十多年 今年35岁 桂海搬出来完成新居之后 家人终于答应下架 以前你也住在山区里面还是… 没有… 我们老家那里是平原 我们那里条件好一点 她那边就很远 她家… 她这边条件不好 路程很远 对… 所以你之前听她说 她还没搬出来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怎样 感觉不好 如果她一直住在村里面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走到一起 在老村的话 那种生活 谁也过不下去 其实夺岸那个男人 对 也不愿意留在… 肯定 她跟你过了 去看过了 回来就拜拜了 拜拜 你是脱贫又脱单 脱贫又脱单了 两个妻子就好了 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桂海和太太 还打算尽快追回孩子 村民搬出大山之后 大自然终于回复平静 经过岭热带雨林 马上被划封 变成自然保护区 游客禁止进入 政府决定拆掉山上所有房屋 重新直树造林 还聘请一些搬出去的村民 做护林园 看守这片珍贵的大自然宝藏 将这国家归还给真正的原住民 这里的野生动物 每一次生态移民 逆地搬迁 换来一个人和大自然都相赢的结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